韩国近三个月来多达1690人 因为高温酷热而患上了温热病 14人死亡 异常高温除了夺走人命 也影响了畜牧业 生猪家禽也死了30万只 更让农民担心的是 如今就连首尔也能种出 以往只能生长在热带国家的香蕉 这让农民意识到气候危机越来越严重 种植了十年的香蕉 终于结出果实来了 这本因是开心的事 但这里偏偏是拥有四季的韩国首尔 这让农民觉得踏实不妙 香蕉通常生长在热带或者是亚热带国家 但韩国处于温带有四季 所以香蕉能在这里开花结果 也意味着韩国的气候条件 已经慢慢变得跟亚热带地区一样了 事实上随着气候变迁 韩国已经开始顺势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 亚热带水果和农作物种植面积 已经从三年前的294公顷 增加到了去年的3305公顷 足足增加了大约十倍 由于不是在本地种植 所以热带水果在韩国卖得很贵 随着气候变化 这里也能种植出热带水果 消费者都很高兴 韩国气象厅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指出 2012年以来韩国平均气温开始变暖 去年平均气温是摄氏13.7度 是过去41年来最高 最近三个月 已经有1690人患上高热病 截至上个星期天 已经有14个人因此死亡 全球气候危机真的不容小觑 最后一切因此死亡 地上边